大家好, 今天介绍洋葱苹果红萝卜番茄猪骨汤 今天用番茄2个, 猪尾骨大概2磅 红萝卜2个, 姜少去, 苹果1个, 洋葱1个 这个汤很适合现在的天气喝的, 可以增加抵抗力 因为最近感冒比较多, 所以我们会做这个汤 首先把猪尾骨倒入碗中 一上以往, 我们都会用豆粉或粟粉放入猪骨 因为猪骨买回来, 都会有些血和骚髒 我们用豆粉或粟粉放上去, 拿一拿去, 然后拿去清洗 如果水泥的话, 血水就得多了出来, 汤会清很多, 喝很多 因为如果在外面喝荔湯, 一般的, 你会看到都是比较熟 因为没有做出水的动作 醃了鮮喉,放在水中,用水沖洗 按摩一下,一直流出血水 直到粉末和血水洗乾淨就可以用 中途都要倒水,多洗幾次,我洗了4次 隔清水後就可以用 准备凍水,不是熱水,然後放乾淨的豬骨 你看豬骨明顯少了很多血水 放進去水,記住是凍水放進去 然後開中大火,煮至水開始滾 泡泡就會走出來 這段時間我們做些什麼呢? 快點切紅蘿蔔,蘋果,番茄,洋蔥和薑 家庭主婦來說,基本上都是用這個時間去工作 同一時期,其實我們在旁邊都在煮一些滾水 你看看你喜歡濃一點還是濃一點 一般我用三星水左右,就是煮這個份量 當然如果說我不想煮這麼多份量 那份量麻煩大家自己減半,水份也一樣 這段時間切完後,快點放好了 記住洋蔥我們最後才放,因為比較容易軟 你看到豬骨我們出完水有很多血水 還有鑊底基本上都會黏著血水 我們第一時間找些清水 洞洞洞洞洞也要洗乾淨 然後就循環洗幾次 你看到一邊洗,其實你看一下血水都出來了 我都洗了幾次 洗到乾乾淨淨,那些洞沒有了 粒粒才放進去水裡 我就是預先煮了 一上以往也一樣 記得放進去之前,我習慣關火 不要滾傷自己的手 快快手放骨 慢慢放,不要彈傷自己 然後就放些番茄、紅蘿蔔、洋蔥和薑 都是慢慢放,不要一次過倒下去 如果要倒下去,應該是放到一半之後才倒 不是彈傷自己 好了,記得洋蔥之後才放 大概煮了一個半小時 最後一半小時才放洋蔥 湯就不會喝很多,洋蔥不會霉 現在我們先關掉那個蓋 然後煮滾之後,轉小火煮一個半小時 肉就會變軟了,因為豬骨肉我都會吃的 好了,過半小時煮好了 然後我們就放洋蔥下去 這段時間放洋蔥也是煮多20至30分鐘 視乎你自己的火 煮好了,下了些鹽 大煲我們下了兩茶匙鹽 視乎個人口味 如果你覺得怕鹹的,下了一茶匙鹽 然後再試味才放其餘的 那我拋了出來,你看湯多清 還有番茄和蘋果那些都令到湯很鮮甜很美味的 我試喝了兩口,偷喝了兩口都覺得很好喝 大家都可以這個禮拜試一下 多謝收看,點贊,分享,免費訂閱,再按小鈴鐺 多謝大家,拜拜!